其實在今天這個場合 我們應該大家要討論的是 臺灣何去何從 結果都來討論我們的房地產 我也很不喜歡說在這種地方 又去講一大堆 我雖然有時候平常很喜歡開玩笑 但是面對國家的大事還是要嚴肅 賴清德當然你可以不炒土地 我跟你講 黑幫老大都不需要自己動手的 你們心調流在旁邊那邊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曉得嗎 你道德正義 不知道有一天我當了總統 我才可以實現 我跟你講我是講話很直的人 是非對錯我們都知道 如果看到 我都會舉手說這不行 好歹我會講一下 也是因為我這種態度 你知道我也相信說我的環境裡面 外七牛爸是會少很多 我也知道很多民進黨的朋友在嘲笑 他說你選不住 說理想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國家 不是因為這樣才垮掉的嗎 為了要勝選 然後在這個理由之下 合理化所有的行為 今天新潮流對臺灣造成的禍害不是這樣嗎 還有一點 你老是要示範 什麼叫抹黑 我也承認我爸爸幫我買那塊地 那塊地是農業用地 不能蓋醫院的 我爸爸一直很希望 我有一天可以回新竹去 我爸爸最大願望就是我當新竹醫院的院長 只是說抱歉 只是說抱歉 抱歉 只是說這麼多年來 這是人生的寄遇 我就是沒辦法符合他的期望 不過這樣 不是埋土地就不對了 這個你要搞清楚 柯仁澤主席他剛才垮掉了 他垮掉了是因為民進黨把抹黑 但是我也跟柯仁澤說 我們不用垮掉了 我們面對這一切的打擊 我們要勇敢向前走 民進黨的無法加這補而已 剛剛柯主席流淚了 我不會認為說 他是為了他們家那塊土地在流淚 他應該是有感於父母親 對他的關心跟照顧 所以我也希望柯主席 不要再說 我的流淚感動流淚 是為了我們家的房子 其實我在台大當主治醫師以後 就一年很少有時間回家 只有除夕那天確定會回家 平常回到新竹也是 幾乎過門不入 就算過門也是 坐幾分鐘就跑了 所以很長的時間 你知道我每次說我們那個 我爸爸媽媽在新竹都算是獨居老人 一直沒有時間去照顧他們 我爸爸今年已經九十幾歲了 其實這樣 那塊地你知道 因為我爸爸一直以為我會很期望我飛新竹去當醫生 但是人生的這種境遇沒有辦法自己控制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讓他達成他的願望 其實他買那塊地 他在想說如果兒子回來新竹當醫生 他要幫我準備什麼準備什麼 所以那個是父親對兒子的一個疼愛 我會想到說十五年後變成那個政治攻擊的目標 當然是這樣 有違規的部分我們還是解決 但是老實講 因為我實在是太忙了 人家說你怎麼會不知道 老實跟你講 2008買的時候我還在台大當醫生 那時候 你要知道我在台大當醫生 我很少看到太陽 天還沒亮就已經進去工作 天黑不知道多久才出來 所以大概就這樣 我想是這樣 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建立一個 我們不要求每一個人是聖人 我們只要求說 有錯改掉就好了 這是我在這一次這種什麼土地的問題 看到最不好的示範就是說 有問題把它改掉就好了 你不要講一個謊話再另外一個謊話 後來真的變謊話淹沒 是多少 很幸運 by bwd6